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货色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要的是数 而不是百分号 明白了吗 各位 以后取的话会取的吗 用awk的int这个函数去取 是不是可以了 然后跟上面的方法如出一辙 然后再判断这个inode的使用这个变量 如果有大概90%怎么办 那我们就找到那个分区 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取的这个 取的这个 重新取的这个inode的大小和我们定义的一样 那我们就打印那一个什么 那一个文件系统 打印到第六列 然后最后part partition等于inode i 其实你跟那边写 应该是partition的inode 到这里面去 到inode log里面去 明白了吗 然后最后 如果 有inode inlog在说明什么 有这个 有文件在说明什么 是不是应该这少写了一行啊 抱歉 应该怎么做 Cat一下什么 是不是Cat一下 $i load log 是不是打印一下 你不打印是不是挺挺挺的啥的 打印一下 然后再删了 否则就告诉说什么 没有谁超过呀 没有哪个i load的使用 没有谁超超过这个partition呢 超过这个90% 好事啊 这是 是吧 那刚刚懂吗 各位 好的 这个跟那个 这个我们看了两项 一项是block 一项是什么 i load 明白 好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下一个上场的兄弟是哪位 兄台 这就简单多了 这是我们最擅长的了 5 哇 这太简单了吧 那你不能瞎整 你要free-m看 没有 6和7不一样 而我们这个写的是7的 我没有写6的 你要想写6的话 你还加个判断 因为6和7显示的行数不一样 没有 没有 那个对不起 我就没教你起6的 哦 看一下 这一项 首先 i call一下 一条线 然后 获取变量 memory tota 哪个地方告诉我 free-mawk 如果第几行 第二行 那我们就打印什么 哦 这里有什么东西 点1 是不是点1啊 点1什么意思呢 对点1是什么意思 保留小数点后面的e位 看到吗 这是浮点型 我要是浮点型 有时候是没有浮点型 这个数字不好看 我们应该算一算 好吧 是不是算一算 怎么算 用$2除1024得到什么 G 其实大家可以大不用 费周折 就是这样 干什么 干G 是不是可以 但是这样有个问题 为什么有个问题 可能是个0 对不对 如果正好有500多兆 是不是一看就0呢 那样的话 其实为什么不使G而是M 对 因为一个G G的话 有可能就没有东西 很惨 太大了 太大扛不住 压不住啊 所以你看 这个是否定义下变量 看到鼠标指针了吗 定义 这定义的几个变量的格式 几个 一个 是什么什么类型的变量 浮点型啊 保留几位小数 一位啊 然后 那个变量是谁啊 是 就是 FREE-M 除以解 1024 得到的肯定是一个小数 因为AWK可以算小数 没有吗 有可能是个小数 就百分之多少吗 不是百分之多少 可能是零年几G 是这样的 好吧 没有吗 我们最后显示的肯定是G的形式 但是可能是零年几G 你看最后打印 按的打印什么 再打印一个G 就在这个基础上打印一个G 明白 当然可以直接在前面打印也行 不一定在后面打印 可以直接在这个行处理里面 直接打印个什么 是不是G啊 看到了吗 各位 好 那以用呢 以用的用哪个 方法是一样 第几行 第二行 第一一下 还是这样 用$3除以1024 然后 嗯 打印 那么还有呢 FREE呢 FREE 各位 还是第几行 第二行 第几列 第四列 除以1024 懂了吗 还有CATCH呢 缓存呢 是不是这个 第几列 123456 是不是第六列 好吧 最后明白了吗 把这几个家伙 一个当当当当 往外什么 输出一下是不是可以了 是挺简单的各位 明白了吗 好 来 请上我们下一位上场的兄弟 叫状态 TCP状态 来看一下 是几啊 应该是 6号 这些我们是不是很熟悉啊 各位 TCP Connection Status License 34 Etablition 6 各位 这是个整体状态 那怎么看的呢 肯定是 SS或者是 Lattestate A-A-N-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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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感 然后怎么着 过滤掉 哪个不要 Stator不要 因为这里面确实会有一个Stator 在哪啊 是不是Stator 我说你来干什么呀 他不是状态吧 好 除了他以外 然后下面这个不用讲了吧 这是不是我们在前面讲的一个数组啊 好 统计啥 统计一 那就一加加了 最后4ieStator print $i 然后Stator i 没得讲吗 这个 这是不是讲得很透彻 前面 然后最后显示什么呢 说TCP连接状态 先换个行 先是不是换个行 完了以后 把这个统计给 打印一下就可以了 最后icall 完了 没了 懂了吗 好 请上我们的下一位兄弟 是7号兄弟 哇哇哇哇哇哇有点多 有点多是因为他这个参数太长了 因为我们得有讯息这个东西 参数太长了 你看 有一部分我们看是很清楚的 哪个进程的哪个PID 哪个PID 谁 他的cpu债有多少 这家伙是谁 看到吗 这家伙是谁 这家伙是谁 好吧 来我们看这怎么检查 这边有点乱了 稍微你看一下 CPU的日志 TNP CPU Log TNP 询完几次 询完三次好吗 你询完一次也可以 我们可以把脚本改成询完一次 询完三次干什么呀 这是看看来看认识吗 PS PS AUX这样吧 我HID-2行吧 让你看一下 如果$3 就是它了 大于0.1 因为都不大0.1的话 也没什么好去 好去统计的 大家都是0 大家都是0 有什么好排的 排在前面 1234578910 是没什么好排的 那我们就是 怎么来着 就这样吧 那看懂吗 大于0.1怎么办 说 打印什么 打印PID 这可不是打印PID 这只是一个输出而已 好吗 打印$2 是不是 PID 然后 这有空格吗 大于0.2打完以后有空格吗 没有 需要空格吗 我试一下 然后SH 我们可以把这个改一下 不要这么多参数 你看 参数荒得很 没有是吧 PID PID $2 然后 是因为我们这个 你可以自己来加 然后 CPU占多少呢 $3 $3就是CPU嘛 对吧 然后这个箭头是我们自己打的 这个箭头是 这个是 箭头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打的 注意这个引号是他的啊 看错了 这个引号是他的好吗 前面有空格的 看慌了吧 这个是他的吧 然后 有人说 这个 为什么还要够负呢 好好受不了啊 是这样的 这个你可以改进一下 怎么做 全面都有 PS PS AUX 在这儿好像是吧 数一下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第五列 第六列 第七列 第八列 第九列 第十列 第十一列 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进程的名字啊 是不是进程的名字啊 但是还有12列 13列 14列 15列 是不是进程的参数啊 不是你是想看 连进程的参数 以外看吗 你想看的话 哦 那就怎么办 11列 12列 13列 14列 15列 16列 都打印 能力怎么贵 你是不是多打印一下 然后再按照什么排序 按照第二列排序 第二列就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打印出来的那个CPU排序 逆序 逆序 显示前十个 这是传统做法 各位 这个要不要打印那么多 你们先决定 要不要打印那个 11列 12列 13列 11列肯定要打印 因为11列是进程的什么 名字 但是12列 13 14 15 16 那是什么 那进程的后面带的参数 有可能需要打印 因为你想完整的看这个 整个的东西 明白吗 那到底有多少参数呢 嗯 有多少参数 那就不知道了 有些后面可能带 有些可能是11 12 13 14 15 16 就打 已经打住了 有些可能还后面还有什么 17 18 19 20 懂不懂意思吗 如果说你希望打所有参数怎么办 循环 你看前面 前面这这这两两条命令 其实功能很相似 但是呢 上面是他这个改 下面是改造版 如果Dollar3大于0.1打印 PID打印CPU打印 是不是4循环上了一个4循环 干嘛 I小于11 I等于11 也就从第几列开始打印 11列 11列是什么 11列是进程的名字 对不对 然后I小一等于NNF 什么叫NNF 对 每一个每一行的NNF是一样的吗 所以我们这样做 就力求把每一行的每个参数都打印出来 能力懂吗 各位 这个循环在这干这个事的 就是干的是什么事 从第11列开始打印 一直打到每一行的最后一个 但这样做 有人说不好 那你就不要这么做 那就使用什么方法 那就不要写12 1314 就直接11就行 明白了吗 有同学刚才看的 老师你怎么那么长 那是因为我们那个讯息启动的时候 他就加了很多参数 多少CPU 多少内存 多少网络 是不是很多参数 懂吗 我要把虚拥机关了呢 你们看一下 我要把这里面虚拥机关了呢 VRSHLIST VR 哎呦我天 关了虚拥机有那么痛苦吗 我们虚拥机关掉啊 正是因为那个虚拥机 所以呢 各位这个循环在这儿是干这个事的 干嘛 依次打印 我们是不是在前面讲过 依次打印每一行的每一列啊 每一行的每一列 但是好像是换行了吧 当时 但我们现在打印换行了吗 我们现在打印 十一十二十三十字换行了吗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们用的是printf 没有加换行符 在最后一个打完以后 循环结束以后 干嘛 再来这个换行符 因为我们知道printf是不加换行符的 在每次循环以后 再加换行符 没有吗 好 最后排序 然后如果理解不了的话 你慢慢体会去 好吧 跟我们前面讲的有关系 最后 cut这个CPU 如果这个 它的是什么 是不是空的 那我们就说 有日志 最后把这个文件清空 如果没有这个 这个里面没有东西呢 那我们就说 没有进程使用CPU break 好 再拉楼眼 我们 好 就 show sys 哪个 几 7 看到了吗 没有现在 哪个长参数的吧 有 我也会怎么做 给你 当当当当当 按循环 给你打到NF结尾 而且打的时候 是不换行的 因为 确实不能换行 所以我们用的是printf 但是最后别忘了 循环结束以后要干嘛 换行 因为下一个开始 好 这就是我们的 按照 CPU 趋经统计 没有吗 感谢 感谢 给你打 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